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那最近因为有一点忙了 所以时间都有一点小delay 但是我还是尽量维持在一周两个中文两个英文的影片 那么今天有四组排 一二三四 那因为星期六的时候 星期六的时候呢就是满月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满月的一个讯息 满月的讯息 但是我可以讲就是说 因为我的所有的影片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 那我只是借着这一次 就是水平满月的这个能量 OK做这样子的一次占卜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抽五张牌 那其中一个是就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 关于这次的这个满月 但是你就把它当作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如果你看这个影片不是满月的时候 但doesn't matter 我只是借由这个能量来做一个这个占卜 那所以它是满月的讯息 但是也可以同时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好那么如果你在问说就是关于今天测的东西 大概什么时候会实现的话呢 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OK一个月左右从你看到这个影片开始 那因为我做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就是一个满月 等于是说下到下一次的满月等于30天29到30天左右 那因为时间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off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而且又是大众占卜 所以最快最快大家也许可能明天后天都就可能发生 但是最多最多我觉得不会超过三个月 那我大概保守估计一个月左右 但最多应该不超过两三个月OK 好那么今天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你们选择一个最有感应 觉得你最喜欢的那一张牌 这一张图片 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些讯息要给你们的 那么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先暂停影片 然后时间轴的话 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以及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好那么我就不再说废话哦 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 好第一组牌 我们的这一张牌呢 等一下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 再来看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它刚好我今天抽的时候呢 我是把它作为是我们最后一个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的一张牌 那我们现在先来抽第一张哦 第一张的话是 关于这一 就是离上一次新月 OK 因为我今天上传影片是满月嘛 所以离上一次的新月 等于15天以前 如果你看这个影片的话 不是满月 不是什么新月 不是任何时间 那么你就是大概抓 离上一个大概15天 OK到一个月之前 你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已经正在显化当中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确认的牌 所以离现在大概15天到一个月之前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已经慢慢正在显化当中了 我们已经有一张了 a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very nice OK 所以第一张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离上一次等于15天到一个月之前呢 正在显化当中的东西就是 你可能有一些个人的问题 有个人的事情 很麻烦的 跟你有关的 OK 跟你有关的 就是很复杂 让你很 很伤脑筋 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可能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很麻烦 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就是现在的话 他正在慢慢慢慢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解决的方式跟方法出现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离现在15天到一个月之前 是有一个你个人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现在正在找寻一些方式跟方法 甚至我觉得也可以是找到一个贵人 能够帮助你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可以大也可以小 因为他上面是写就是personal issue 所以是你的个人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是一定是掺杂在中间的 比如说如果你只是是帮你的朋友 或谁 主要的问题是跟别人有关的话 那么可能就不是那一件事情 你现在正在想的 是要跟你个人有关 比如说可能财运很麻烦啦 家庭不和啦 或者是爱情有点不顺啦 但是当然也可以是很好的 不过因为他是讲说是一个issue issue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在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会比较负面一点 像是一个问题 那总而言之 这件事情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解决 或者是已经正在解决当中 ok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抽第二张牌呢 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就是真相 真相现在就是你可以已经正在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你现在不再就是想说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有什么样子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在未来的 我们刚刚说最多三个月内 你会看到就是这件事情 不再对你来说好像很神秘 然后你看不清楚 然后很就很悟悟的这种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就是已经它会会显现出来 这个跟显化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有一些可能一些 你之前觉得 比如说啦 我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啊 如果你现在是在感情当中 你真的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可能过不久就会告诉你 他到底真的在想些什么 或者是说 你觉得有人在藏一些什么东西 隐藏一些东西 在未来的大概最多三个月内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他是一直想要藏的 不告诉你的东西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来抽的是这一张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这张牌呢 他是说 叫你要看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就是你要往后退一步 去看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比较宏观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 执着一些小细节 或者是一直在钻一些牛角尖的话 这张牌他其实 因为这个这张牌 他也是Sagittarius 射手座 比较大辣辣的 不用再去执着一些小的东西 而是要去看他整体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什么样子 你觉得想不清楚 想不透的话 其实你 我觉得这张牌甚至出现 你可能会觉得 一直在执着 就说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做这个动作 是有什么意思 一直在纠结一些小的点 可是反而你应该要站开来看 就说OK 如果我们讲说 你现在在烦恼的一个事情是 跟爱情有关好了 我们说 那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想要 跟你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还是他只是想要玩玩 就是你应该要看一个整体 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画面 而不是斟酌他 针对他 好像他为什么不回你短信 为什么他隔了两天才回 然后他说了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而不是看这样子的东西 而是如果他真的有心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话 OK 那么他 这些东西其实都算小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 最多三个月左右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到底他在想的东西 想要告诉你 就是他的这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用再那么执着 再挣扎 挣扎在那些小的细节里面 所以不管我刚才只是举例爱情的部分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工作上面 或者是财运上面 比如说财运的话 我也可以讲说 我们一直每天看 他起伏起伏 上跌下涨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看了每一天每一天的 但是 其实如果整体来看 他其实都是往上的 我觉得那就OK 如果整体来看 哇 是不停不停往下 所以在未来三个月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一个雏形 也不是模糊啦 我觉得你会看到一个基本的雏形 到底这件事情到底是对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件事情会 就是你会知道 会更清楚 所以在工作上面也是一样 这个工作到底是 老板为什么要针对你 同事为什么要这样子 或者是说这个案子 为什么一直都不OK 我觉得你在未来三个月左右 最多三个月之内 你会知道说 原来这一从一开始 他就不OK 从一开始 其实我们只是太针对那个小的细节 而忘记看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画面的部分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是要看说 你应该要 如果有什么样子不太重要 或者是你应该要放下的一些东西 然后让你可以继续往前走 什么东西是你应该放下的 这边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你应该要放下 一直在调整自己 我们刚刚讲了嘛 你一直在挣扎 可能对自己的某一些东西觉得 一定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 这件事情不OK 这件事情不顺利 一定都是我的问题 我看到这张牌的话 我会想说 因为他写的是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可能是你自己的内心对话 觉得都是我的问题 都是我想太多了 都是 我们刚刚讲的 这边是说你可能 纠结在某一个东西 的确啦 那个是 是可能是你真的想太多了 但是 我觉得你想太多的时候 比如说 他写 他讲这个 他是不是 他在嫌我哪一个地方不好 或他是不是在暗示 我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 我应该要怎么怎么怎么的 他这样说 是不是嫌我胖 还是嫌我瘦 太瘦了 还是嫌我太胖了 他嫌我是怎么怎么的 就是所有的东西 你可能就会一直在 针对他的某一个 讲的一些话 或者是做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想说 是不是跟自己自身有关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你应该要放下的东西 你不用做任何的改变 不用做任何的改变 你做自己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是在工作上 我刚刚举例是爱情上面 如果比如说是工作上面 比如说有人就是闲东闲西 然后可能就是 你知道 要讲一些什么 风原谅 风化 风化 对啦 真的是风化 那种闲烟闲雨啦 风凉化或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那我应该要改变 我应该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我要让他更喜欢我 我应该要怎么怎么做 才能够可以 比如说得到更好的职位啦 薪水啦 等等 no 其实 我觉得出现这张牌 甚至他可以讲的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得到所有人的喜爱 right 那你应该真把你的这个 把你的专注力跟focus 应该放在已经 对你很好的那些人 你不要一直 一直看着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或者一直针对你的人 而是应该去看 去跟你觉得一直都对你很好的这些人 这些人才是值得你 你放很多的心力跟精神在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的 因为他们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那些其他那些就是不OK的人 你其实 你不管做什么 他们都有话可以说 所以 这些人你真的不用理会 然后如果我们是说爱情的话 他如果真的就是觉得你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他就不是喜欢你真正的 你如果你要做这个改变 你觉得你这个改变可以做多久呢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做自己就好了 然后找到真正欣赏你的人 真正爱你的人 然后你如果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 他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觉得你真实的 你太可爱了 太漂亮了 太怎么怎么的 那跟他们这样在一起 不是更舒服吗 总比哇你要小心翼翼的 然后哇动辄得救那种 就很害怕自己做什么 就惹他们不开心的那种 对吧 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改变 我觉得是对我们自己好 让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 OK 但是如果是 真的是这种 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们的话 其实真的是 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 你就要选择算了 不要太计较 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不懂你的好嘛 就不要理他啦 对不对 最后我们来看第四张牌 第四张牌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说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 要开始提供给你 你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你应该要赶快把握住 所以我觉得未来最多三个月 三个月内会有一些机会 会给你 Bring love into the situation OK 如果这边是讲 love 我觉得未来最多三个月左右 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第一个如果你现在是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啦 如果是单身的话 我觉得这张牌更好了 love 爱 让我觉得会有新的恋情的机会 OK 会有新的恋情的机会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要再更宽容一点 然后再更多的爱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这个宽容 不见得只是给对方 我觉得也要给自己 我们刚刚讲了嘛 你不用改变 You are You are great or you are perfect the way you are right 你这样子就已经是最好最完美了 所以我觉得你对 就是对整件事情 不管是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 都要更多的这种宽容心跟爱心 爱自己爱别人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就很多事情 其实也就会迎刃而解 或者是说 就你可能就是 也不会那么计较了 OK 那么怎么样子的 这种opportunity 我觉得 如果是工作的话 这个bring love into the situation 我觉得是 可能在对这一件工作 这件事情 更有热情一点的话 所以你是对这件事情有热情 而因为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个工作 已经让你觉得 天哪 就是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的话 也许你应该真的考虑要放弃 right 然后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 真正喜欢的 真正爱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 其实别人再怎么打压你 你可能 因为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 你会更 更愿意去 就是把所有专注力放在这边 而不管 旁人说什么 对吧 OK 那 如果是财运 或什么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 这是message from the universe 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 这边写的是loyal hearts 这一副牌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这一张牌 你看有很多的爱心 然后我们刚刚第四张牌 What opportunity is getting ready to emerge 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 会要开始慢慢慢慢的出现 展现出来给你的 我们刚刚讲的 爱 这里也是一个 但是它都不是一个直接的就跟你说 你会有恋情 或者是你会有什么恋爱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 这个loyal heart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它代表是说 会是一个跟你 愿意 如果是在恋情里面的话 它其实讲的是中心的意思 其实也不用一定是爱情 我觉得是跟工作 或者是甚至财运 家庭 任何的这个部分都有关 都可以 都可以 用的 就是说是要很忠心 对每一个人是loyal 很忠心的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就是跟这个 bring love into the situation 是一样的 这两张牌 其实很有对应的感觉 所以你有爱的话 什么都可以都OK 没有爱的时候 什么都不OK 不管你是对你的爱 爱人对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自己的话 其实你看自己 什么样子都不顺眼 所以你要开始知道 觉得我有什么样子的优点 然后学习爱自己的那些优点 那缺点其实也不见得是缺点 我觉得有的时候优点 也不完全是优点 有的时候你的优点 是你的缺点 有的时候你的缺点 是你的优点 要看那个是在 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 对不对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就是喜欢 我们自己全部的部分 那我觉得如果是正在想要找恋情的朋友的话 真的我觉得会有一个人 愿意跟你是给你很多的这种commitment 或者是说对你很忠心 不会有恶心的那种感觉 那么如果你是在工作上面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对你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一直都是非常喜欢你 就是喜欢你本来的样子 而且不管你做什么 都会无条件 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忠心耿耿的朋友同事 我觉得所以你身边 其实旁边是有这样子的人 你应该把你的注意力跟专注力 是放在这些人身上去 去cultivate 去培养 然后更 更这个 grow OK 让这一段 你们的这种 友情啊 或者是亲情啊 或者是爱情啊 可以更加的好 那真的 不OK的人 不好的人 你们就赶快把它放弃吧 丢掉 或者甚至我觉得 你不喜欢的工作啊 或者是你不想要做的事情啦 也可以把它放下 然后去找追寻你真正所爱的东西 因为这边 如果一旦你真的很喜欢 你对它是就是 有百分之 两百三百的这种热情 跟信 这个我们讲 忠心可能是你对这件事情 忠心耿耿 不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那种的话 我觉得一切就是会 你会找到很多任何的方式 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次满月要给一号朋友 一号的VIV们的一个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哦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ok 二号牌组 如果这张牌呢 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看 这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哦 那我们先来 整理一下 ok 我们现在来抽第一张牌哦 第一张牌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认证牌 因为他现在是要告诉你是说未来 呃不是未来 之前十五天到一个月之前呢 十五天到一个月之前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已经正在显化当中哦 正在帮你显化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正在显化当中 大概在十五天到一个月之前哦 这边出现的是surrender to the divine 呃这个surrender就是说你臣服在这种 呃更 divine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神秘的力量啊 不管是宇宙啦 不管是不是你有宗教信仰啊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 那么就是你们自己的相信的神神指啊 right 呃神啊天使啊等等哦 呃或者是 嗯就你们自己相信的宗教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也就是你相信有更神秘的力量 然后你越来越 嗯我觉得这一张牌 如果你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然后宇宙这个你也觉得 哎 有点怀疑的太多 那么呃我觉得在过去的十五天 甚至一个月之前呢 我觉得你开始会越来越相信有这样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哇 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为什么哎如果如果不是出现了这件事情就不会出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那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状况发生 当然你也可以就说对啦没错 一切就是巧合 ok一切就是巧合 你就是不相信 不过呃我相信如果现在再来看这种塔罗啊这种这种channel的我觉得你一定是开始越来越相信 然后甚至我觉得在呃十五天到一个月之前你开始慢慢越来越接触这一方面的东西你就对这样子的一个神秘学啦或者是对一些我们甚至是宗教啦等等的越来越或灵性的这种成长啦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会越来越有兴趣 然后越来越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发生在你身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真的没有用任何的方式解决 只能把他归咎于就是说真的有一些神奇的一些力量ok 嗯 好 那么嗯 我们现在来看哦第二张牌的话我们要抽的是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真相哦会呃会已经就是在未来的三个月左右 未来的三个月最多最多三个月有可能明后天你就知道了也不一定最快嘛 好那但是呃或当天现在马上呵呵但是呃在三个月之内你可能会有一些真相你会会去就是你会知道或者是你会嗯发现就有一些东西你不会再觉得怎么有点模糊不清看不清楚或者是呃 对啊就是不会再好像很神秘的感觉ok what do you need to release youtube 这张牌蛮神奇的他刚才自己飞出来哦他说他他反而是反问你一个问题哦他说你需要去放手放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呃我们刚才说最多三个月内你会非常非常清楚你应该要丢弃的东西是什么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事有可能是物人事物都有可能但是在未来三个月你会非常非常清楚有一些呃人事物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舍弃的 ok有可能你会开始要做一个大呃 大这叫什么断舍离一个很大的断舍离的部分或者是你甚至开始哇呃整理家家体家里面啊然后开始丢掉一些这些呃呃就是你很久都没有用的东西啊 right 我现在还能做一个大清扫大大呃大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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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你开始甚至谁晓得你说不定就开始 因为我自己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也不知道那天哪一根筋不对 我就开始翻我的这些social media 然后就开始 delete一些人 然后就想说这人到底是谁 想都想不清楚 然后就开始把它删掉 就是你可能也会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很小 但是你就会开始做一些想要断舍离的东西 你开始觉得我要简单 我要我的生活很简单 我要我的旁边的这些关系都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你会越来越清楚 谁是真正对你好的 谁是就是对你可有可无的 这些对你或者是利用你啊等等的 互相利用当然OK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直被单方面利用的话 这个人也许不是那么的OK 你也会开始考虑说啊 我是不是要开始要做一个断舍离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你就会看清楚很多人事物的一个真面貌 OK 好那么我们来三号的第三张牌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你这个很好很有趣 其实第二第二第三张牌是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舍弃的东西是什么 那但是我们现在在第二张牌就已经就有在就在讲舍弃的部分 所以我们第三张牌的话还是在抽一张看 什么东西是你必须马上要舍弃的OK 然后来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快速的往前走 什么东西是二号牌组必须要舍弃的东西 或人或物或事 You're good enough 要舍弃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张牌蛮有趣的哦 你要舍弃的东西是OK 这张牌真的蛮有趣的 你要舍弃什么 我当然啦未来我们说最多三个月你会开始非常清楚 你应该要舍弃的人事物是什么 然后呢你第三张牌是说你未来三个月 你应该要舍弃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想法 这个其实是一个想法 会帮助你可以更往前走 我觉得这张牌出现的话 它其实不是说往前走 而是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哦 是什么呢 其实是要让你丢去 这个非常跟一号牌组完全相反 一号牌组是说你不要再去改变了 You're good enough 你非常的好 可是这张牌反而哦 我觉得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哇我什么都知道 我我很厉害 然后我很了不起 然后我已经不用再去学习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那当然你现在在过去十五到一个月之前 你可能已经开始去接触到一些什么灵性的东西啦 或者神秘学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宗教啊等等的 或者是自我提升的方面 所以为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让你丢弃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是丢弃的东西是说 你知道所有东西 因为我觉得反而你接触这个东西以后 你会越来越觉得 天啊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有这么这么多的东西 是不在我的控制之中 不是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是只是在这种宇宙里面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很微小的一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啦 甚至这张牌也是说也可以让你就是不要再那么的计较很多的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去特别想要控制某一些东西啦 或者某一些人啦 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该来的就会来 该躲的也躲不掉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可能有一些bigger plan 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哇太宿命感了 但是我觉得你当然该把握的还是要把握 你要该去追求的还是要去追求 可是我觉得你会开始就会觉得 哇我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学习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你知道有在学习的这个其实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unconscious incompetence 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觉得哇我们好了不起 我们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们不晓得说其实世界还有这么这么多东西 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然后呢再来第二个阶段就是unconscious incompetence 就是你开始知道哇 其实我还有我是这么的微小这么的不足 所以我们他说的是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 所以我们开始知道说我们有这么这么多的东西 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会开始非常虚心的去接受别人的教导啦 或者是自己想要去学习更多更多的东西 这是第二个level 然后第三个level就是叫做conscious confidence 它是说we work at what we don't know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什么不知道了嘛 所以我们开始去学习 我们去再去钻研再去研究 然后你知道学无止境就有点这种意思 你就会不停不停的想要去知道更多 然后让自己的这种知道的东西越来越丰富等等 然后最后一个是说conscious unconscious confidence 就是你不再这一个的话它是说we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we know or we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knowing it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想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我们已经是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ingrained 英文叫ingrained就是你已经拥有这样的知识了 你不用第一个你不用去显现跟人家表现说我什么都很知道 可是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就是有这样子的知识 你就是可以显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你不再需要说想特别去回想说 这个东西是我知道的这个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你知道的东西你已经就吸收了 已经变成是你的一部分了 然后你就会你的所有的行为表现都会展现出 其实你就是知道这件东西 你不再需要去特别去好像要展现给别人看 或者是要特别要告知自己说 对对对我知道这件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牌它要出现的就是说 你什么东西需要去release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在第二个level 我们开始知道说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东西是我不晓得的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往第三个level去 就是我们要开始去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不会再这么的好像不谦虚 好像觉得哇就是你知道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知道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们会觉得 哇还有我们这么很多的不足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我们也是这种如果追求完美啦 或什么的话本来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这样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一直都是在practice 一直都在那个 可是我觉得这跟完美主有点不太一样哦 因为所谓的不足其实是在说我们的knowledge的部分 我们的智慧啦或者是我们的经验啦 或者是我们学习的东西知识啊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是要我们放下说 我们什么都知道的这种意思 我们要再去再去进修再去做很多很多的学习 我们有什么东西觉得这个好有兴趣哦 我觉得你就可以再去赶快去多学一些东西 而不是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就很好了 然后就是停止不再往前这样子的感觉 OK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四张牌哦 是说什么样子的机会开始要在这个 我觉得未来最多三个月内会表现出来给你看 有什么样子的机会你应该要把握 这边写的 Nothing will come of the situation Interesting 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我觉得 未来三个月哦 我觉得你会 目前来说未来三个月没有什么新的机会会出现 我知道这听起来就 哈 二号牌组 你会一定会觉得什么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一直现在变成你正在进修 你正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把握的是这未来三个月是 我觉得没有机会其实算是一个好的好事 是因为如果有什么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觉得 天啊我会不会没有办法胜任啦 或者你甚至我觉得你可能会拒绝一些机会 你会拒绝掉一些机会或推掉一些事情 所以这张牌的话我觉得是未来三个月并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是 你需要去特别去把握的我觉得你反而应该把握这三个月未来三个月一到三个月左右去好好的学习充实自己 然后呢等待这个未来三个月之后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机会会来临到时候 你会非常有信心的信心满满的去迎接下一个挑战 那么未来的话 我觉得就你可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其实是因为你就不需要特别有什么样子的 这个也可以在某一个方面你可以想说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大的困难啦 或麻烦啦是需要你去去来烦你的ok 或给你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未来三个月其实在某一方面来看其实是算蛮顺的 right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正在想要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啦 或者是想要跳槽啦 或者是想要找寻一些新的恋情啦 未来三个月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给二号牌组的其实是要你在你修炼自己 充实自己 所以未来三个月比较是重心是放在自己的身上的 那最后这张牌你就要给你的讯息 其实这张讯息喔 跟这个所有的讯息通通都有都有连连结的 这张牌叫deep knowing 我觉得你很多东西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或者是我觉得这张牌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也觉得我们知道很多 但是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们又知道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正在第三个那个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习 知道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什么东西 ok 像绕口令一样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了 然后这些东西就放一旁 然后我们再去充实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 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deep knowing 就是说你可能你自己已经对自己有一些了解 然后呢 然后想要再去充实自己一些 所以这个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讯息喔 我这一次满月想要给你的讯息 这个非常有趣 是因为这一次的满月是在水瓶座嘛 就是我上传影片的这个时候 水瓶座其实就是在讲这种新的一些知识啦 创新的一些想法啦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过了这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你们在未来三个月应该会有非常多灵感爆发啦 因为你现在是在学习嘛 所以我觉得你在学习当中 你可能就会发现 哇 超有趣 然后你可能之前 如果你是处于一种比较卡的状态啦 你会开始觉得 哇 我有好多好多灵感 我知道现在要怎么样子去突破一些某一些状态 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三个月 好好的休息 好好整队 然后充实自己的部分 OK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三号牌组 这张牌是宇宙要给你们的讯息 我们最后再来看咯 那 好 我们现在先来洗牌 第一张牌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认证 认证牌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说 你们过去十五到一个月呢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已经开始正在显化当中 你身边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正在显化当中 过去的大概十五天到一个月左右 有什么事情是三号的这个 正在显化当中的 过去的十五天到一个月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正在显化当中呢 你的这个梦想需要一个比较实际的计划 所以过去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正在显化当中 我觉得是你可能为了追求你的梦想 你想要达成的某一件事情 有可能是不管是跟爱情有关 事情 事业 或者是这种财运 或者是等等 任何东西 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生应该就不乏 就是这个健康 也许是健康方面 就大概就这四样 学业也有可能 那么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梦想呢 你在过去十五天到一个月之前 就是从现在 现在你看到这个影片的大概十五天前到一个月前 你正在 come up with a plan 你正在计划 就是怎么样子可以去 呃 非常踏实的去实现你的这个梦想 ok 所以呃 你可能就是正在计划当中 所以大概十五天到一个月前 你们开始就是计划怎么样子可以 呃 更快的 更有效的去达成你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 再做一个计划之分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二号是你有什么样子未来的这个 大概最多三个月什么样子的一个真相呢 呃 会开始 你会开始看到一些真相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模糊不清的 的事情 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晰 你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哦 那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you are good enough so interesting 呃 二号牌组也抽到了这张牌 可是他的他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们抽到这张牌是说 你们开始看到说 呃 什么样子的事情是越来越清楚哦 就是你开始发现我自己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很不错 我原来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原来我的我跟别人比起来 我觉得啦 三号牌组有可能你们在某一些方面是 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多地方很不足 或者你好像觉得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又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那 或者甚至你跟别人比 你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 矮别人一截 比别人弱 可是你我觉得在未来最多三个月 你会慢慢慢慢渐渐越来越发现 就是说 其实我真的不差耶 而且我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 甚至你可能因为有一些东西 开始派给你去做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啊 或者是如果你还在上课啊 是学生的话 或者是说你是 爱情甚至哦 你会发现说 原来其实我真的还不错 我跟别人比的时候 原来你是这个样子啊 你当然心里面是这样想啊 你不可能直接跟人家想说 哇原来你这么差 但你就会突然 可能发现某一些事情以后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真的不差 原来我真的还不错 原来我是终上来的 OK I'm very good I'm good enough 这张牌 You're good enough 你们目前哦 图像能量很强哦 这边是Virgo 这边是金牛座 所以 不见得一定你们是金牛或助女 我只是说图像的能量是很强的 OK 那么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你会发现 哇原来人家这么的不细心 原来我跟别人相比 我细心多了 我体贴多了 这个也有这样子的感 这种意思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在跟很多很多人相比的时候 你真的 不差 OK 越来越清楚这件事情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第三 第三张牌我们要抽的是说 你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去放捨恰 OK 舍弃 有什么东西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舍弃的部分 在最多未来三个月 OK 你应该要开始去慢慢慢慢舍弃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你往前 才能够让你变成更好的人等等 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你应该要舍弃的部分 哇 又是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我讲又是是因为一号牌组也是抽到这张牌哦 就是说要看这个更大 要看这个宏观 OK 看the bigger picture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呢 你会一直斟酌在一些小地方小细节 因为刚才这边嘛 又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土相能量很重 所以你可能是常常会纠结在一些小东西里面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这是how to release 怎么样子去丢弃掉一些东西 OK 这是你要你要舍弃的东西 OK 这是你要舍弃的东西的话呢 是你要舍弃掉 OK 你要我们刚才说对了对了 我突然想好像不太对 反过来反过来 因为土相能量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三号牌组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辣辣的人 你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大辣辣的人 然后你可能很多东西就得过且过啦 或觉得啊这样就可以了啦 可以只要低空飞过 只要是可以pass OK这样就可以了 嗯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会发现就是说 我要反而要去注重在一些细节内 魔鬼其实是藏在细节里面 所以不见得是表现出 哦我好像多好多厉害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抓到一个 一个精髓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可能特别特别细心 在某一件东西上面以后 你就可以超出别人 然后表现的这种比较出色 stand out我要讲的是说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这种群 在很多人的这个 你比如说正在竞争啊或什么当中 你就会脱颖而出 OK 所以你反而你是反过来的 跟一号牌组不太一样 一号牌组是反过来是说叫他们要 要不要这么的计较小细节 然后而且要去看大的大的大的这个picture 但你们是反过来是你们可能有点太大辣辣的了 所以呢你必须反而是要反过来去注重在那些细节里面 看到那些细节的东西 因为你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 其实别人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你注意到了 所以你就可以脱颖而出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嘛 你的这个梦想啊也是要叫你一步一脚印 所以非常非常的土象星座的 我觉得是这种要吃苦耐劳型的 然后非常默默跟云型的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爱情里面啦 在工作上面啦 或者是说财运啊等等的 你要注重的是那个细节的部分 ok你要去看的是他的细节的小的东西 而不是去看去觉得哇这样就可以了 ok 嗯 我觉得那样也没有关系 就比较注重看bigger picture 我觉得也ok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说不要太大辣辣的 不要有的时候东西就交上去 也没有自己再检查过一次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个人就是有点这样 我小时候老师被讲就是傻大街什么的 因为我就觉得啊就这样子就这样 然后每次考卷拿回来就发现哇 都是自己会的东西 就是因为没有检查 然后就错了 所以就是那种无缘无故被扣的那种分数 然后你自己就会觉得天啊我怎么这么租 我觉得有点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啊这张牌也会是因为你 你特别的细心 特别特别的 嗯 注重细节的 的关系哦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真的不查 我们刚才讲了嘛 你会在未来的三个月内 你会越来越发现说 我其实在 我即使不需要有什么高超的技术 我不用说特别知道某一个东西 可是我在 比如说非常的细心啦 非常懂得计划啦 那这个方面我就可以跟别人就有 就可以拉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 或者是说你特别特别的努力 特别特别的用功 在这个方面你就会 嗯 跟那些比 觉得什么东西都得过且过得 这样 然后就啊这样就可以了啦 的人相比之下 你就可以脱颖而出 因为你特别的努力 然后又细心 right 好 呃 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 你可能特别注意到他的某一些需求啦 对不对 然后 呃 你就会去 人家就会觉得 哇这个人真的好不好 好好哦 好细心好体贴哦 right 嗯 好我们现在最后来看哦 第四张牌是有什么样子的机会 开始要展 要 要 要给予你哦 在未来这个最多三个月左右 可以一到三个月 有可能明天就来了 呵呵呵 有什么样的机会你应该要把握 可以最多三个月会出现的 you'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 好 三号牌组 未来三个月内 你会越来越看到 你非常非常接近 你想要达成的这个dream 所以我刚才讲了嘛 未来过去的15天到一个月 你开始在慢慢计划 然后你会开始发现 原来我这么不错 所以如果你在维持你的这个努力 你的上庆心 你的这个细心的部分 你这种努力啊 毅力啊 的部分 我觉得你非常非常非常快哦 在未来三个月 你会已经开始看到 你的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啊 是有 开始有一些回馈给你的 这边写了 you'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 你非常非常接近去达成 你想要达成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的你的梦想是非常宏大 非常厉害的 很很很庞大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也许没有办法 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 可是在未来三个月 你可以开始看到 你已经往你的梦想 又前进了一小步 又接近了一大步 这样子 然后已经越来越接近你的这个 想要去达成的这一件事情 那 最后这个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 在这一次的这个满月呢 或者是 如果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嘛 如果不是在满月看到的话 也无所谓 这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happy happy 这张牌就是告诉你开心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开心的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一切都是 我觉得你的心很宽 宽大 我觉得这边出现sagittarius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蛮大辣啦 然后有点就是 不太记仇的那一种 那所以你现在反而是要去拓展 ok 发展你那个细心的土象星座的那一面 让你可以 你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会有更多更多的这种机会 会 present itself to you 会开始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 然后 我觉得也会认识很多很好的人 而且我觉得这边主要是三号牌组 我们刚才常常讲说三号牌组 应该都 嗯 明明之中是有一些 帮助的 ok 这边也是告诉你happy happy 我觉得很多事情 为迎刃而解 这边又出现sagittarius 木星牌 我表示 我们说你们应该 这个 这个什么 射手的能量很强 木星牌就是一个幸运牌 幸运星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还蛮幸运的 然后 未来也是很多事情 会迎刃而解 然后甚至你真正很想要达到的一些梦想 也会很快的可以看到已经越来越接近你的梦想的这个部分 达成 呃 所以像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脱单 哇说不定未来三个月你就真的看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人一个对象 这个也是有可能如果是在交往中 如果你现在正在想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话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不管我们现在是看你的你最宏大的这个梦想是什么 ok 你现在 呃 我觉得你在未来三个月可以看到 开始看到一些达成的一个小雏形了 ok 而且你应该过得还不错 happy happy 开心 ok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四号牌组你们如果选的是这一张牌的话 我们这张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我们最后再来看 宇宙要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我们现在先来抽第一张的牌 呃第一张的牌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认证牌 就是说呃 呃 因为他是在讲你过去15天到一个月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已经开始正在慢慢的显化当中 所以你可以认证一下看有没有符合 所以过去的这个15天到一个月之前呢 有一些事情已经正在慢慢慢慢的显化当中 给你写说 the end of a tough cycle approaches 所以在过去15天到一个月之前呢 你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啦 然后或者是甚至停滞的事情啦 但我主要是辛苦 因为是tough cycle 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一些东西事情 都会开始慢慢慢慢的呃 有一个解决 ok 因为他是the end of a cycle 或者是他要做一个结束 所以比如说啦 如果一个感情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很辛苦的事情 工作上面也是一样 你开始就是会做一个结束 ok 那呃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 嗯 如果你一直都是单身 right 这个也是很痛苦哦 好可怜哦 好孤独哦 我想要有人陪 那也许这个东西也是 哇 你就是这个这个这个cycle 要开始做一个结束 你可以要往下一个人生下一个 下一个阶段去走 那么如果 如果你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很很辛苦的一个 一个情感当中呢 也许这个这个终于可以结束了 你终于可以不要再看到这个人了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终于下定决心 要分开或者是那个人终于要放你走 耶 你就你就可以结束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事业上面 你觉得这个哇 这个这家公司太可讨人业了 你终于下定决心要要这个离开 或者是你等到他们翻掉你也可以 然后你就 之类的但是反而总而言之呢 就是呃 非常辛苦 非常艰辛困难痛苦的事情 或者是人终于要远离你 然后你可以往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去走 我觉得工学业也是一样哦 比如说你在工作啦 或者朋友啊 有一些人真的是讨人厌到要命啊 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或者是 甚至我觉得亲情也是有可能 有些人真的是很讨厌 你算你就是 因为是家人嘛 你又不能怎么怎么那个 但是你终于他他放过你不再跟你 一直一直碎碎念啊 一直讲啊 或者是什么 或者你终于可以搬出去啊 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这张牌就是代表 在过去15天到一个月之前呢 呃 已经开始慢慢在显化这件事情当中 也许现在还没有完成 完全 可是已经开始往这样子的方向去走 好 我们第二个来看呢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真相 会慢慢慢慢在最多三个月内 会你会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 或者是会被你发现 什么样子的一个真相 或者是 那样 就不再觉得很神秘啦 或看不清楚啦 这些有一些东西 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子去做 或者是看得越来越清楚 一些事情的样子 样貌等等 或一些人的真面貌 ok work through your fears oh wow ok 所以未来的这个最多三个月 你其实有什么样子的东西 你会开始越来越发现 越来越清楚呢 越来越清晰 是你的恐惧 ok 你有什么东西 是你非常非常害怕的 你可能以前并不知道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惧的东西 你害怕的人事物 可是你现在开始未来七到 不是七到十 未来的这个最多三个月内 你会开始发现原来 原来我是怕他哦 比如说是一个人 原来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是 其实我是对他有一些恐惧的 也许或者是说 我原来是对这件事情很有恐惧感 所以我一直排斥 这样子的人 或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甚至像 我有一些朋友会发现 原来他在一个关系里面以后 他就发现 原来我这么的希望自由 我很怕被困住 所以你会开始了解自己的恐惧是什么 你最深最深的恐惧 像我的朋友说 原来我有intimacy issue 所以我只要有任何人喜欢我 我就把它推开 我以为我很想要脱单 可是我又很怕被困住 然后所以我会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让这个情感就崩了 然后可是他又会complain说 怎么都没有人喜欢我什么 可是可能也许是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些 惧怕的东西 恐惧的东西 他自己以前不了解 那 或你们自己以前不了解 你现在在未来三个月 你会渐渐开始越来越了解自己的 这个最深的恐惧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 比如说钱财很少了 对不对 你可能会最深的恐惧 原来我一直待在这个东西 其实我不是怕离职 或怕怎么怎么的 但我其实是怕没有钱 我需要的是安全感 我非常害怕 原来我是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我做所有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要有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我的所有的控制欲是为了安全感 这都有可能 所以你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 最深层的那个恐惧 在未来三个月 而且你会开始慢慢慢慢的 因为这个是写说 work through your fears 当你知道你的恐惧是什么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解决它 如果你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只会一直重蹈覆辙嘛 对吧 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然后会一直觉得 都是别人的问题 或者我到底做错什么 不懂 但是你现在知道了自己的恐惧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 第三张牌是说 你需要放下的东西是什么 才能够让你可能变得更好的人 或者开始变 可以往前走 真正的往前走 所以你需要放下什么东西 你必须要放下什么东西呢 所以你需要放下什么东西 我觉得今天的牌组都好有趣 其他的牌组在就是 每一个牌组都会有另外一个牌组的一张牌 但是位置都有点不太一样 非常有趣 ok好 anyways 四号牌组你们出现的这张牌 是说你需要放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是说你的 这张牌是写说你的梦想需要一个实际的一个计划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要放下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 你可能四号牌组你非常非常害怕的事情是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了 我刚才不是说你们可能也许有一点控制 控制欲很强或什么 也许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关系 总而言之 你们是一个没有计划 就可能活不下去的人之类的 什么东西都要 我要先计划 你要先给我一些时间想一想 你看这张牌也是一个capricorn摩羯座 这边是taurus金牛座 所以你们在很多很多 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真的觉得安全感 可能真的对你们来说是还蛮重要的 可能你们其中一个恐惧 就是安全感的事情的部分 但也有可能很多其他的恐惧 你们恐惧感不不见得只有一个 说不定有很多个 然后全部都连都息息相关 都紧扣着 所以变成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要一次同时要去去做很多很多的 就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啦 对吧 我们讲一定是每个人的恐惧啊 或者是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所有东西 你可能work on这个东西就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你两个都要同时进行 所以要看哪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先去解决等等 所以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张牌哦 你要release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放大胆去追逐你的梦想去想 你可以添嘛 你们反而是一个太 三号牌组其实是那个太大辣辣了 然后很多事情就随缘啦 都ok啦随便啦 所以他们反而非常非常需要grounded 然后需要很多很多图像的能量 可是你们的话是说 你们可能太图像了 ok 所以你很多很多时候你是非常害怕去先是先是一个冒险 ok你们不太敢去冒险的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什么东西都要做计划 或者是都需要别人先跟你讲好了 然后你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你们才愿意去做 所以不太是那种会去很大胆放下心的去做很多东西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是有不太不切实际啊 或什么的话 你们就会想说不切实际 你这样子做得起来吗 可以吗 这种 当然你们可能不是这种语气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会觉得根本这样就不行 所以你们太实际了 ok太实际了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不太敢去梦想一些 一些事情 因为你会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 但是要知道的就是四号牌组是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如果你说啊 我讲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例子 ok 但是但是这个的确在某一些人身上可能真的会发生啊 right 比如说我要跟一个偶像谈恋爱 right 然后有一个人想说他就是我未来老公 哇他就是我未来老婆 然后你就会想说神经病 right dream on 你去去去去你梦 你那个做梦比较快之类的 但是这个不是不可能啊 有一些人真的他就是哇他真的太喜欢他的那个 他真的跟他的偶像跟他的喜欢的那个对象 变朋友 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变成老公老婆 但是他真的变成朋友了也不一定啊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相信你只要非常非常的喜欢某件事情 非对某一件事情热情到就是没有他 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之类的 我觉得你会不计一切的辛苦的代价 你都会去勇往直前 像那些追星追的很厉害的人 当然我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非常佩服他们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有点丢脸 我不敢 那但是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就是跟他们的偶像变成好朋友 这个我觉得超厉害的 right 而且他们真的是 那个什么资金雄厚 可以跟偶像到处飞来飞去 真的太厉害了 很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做 but anyways 我有点讲偏了 但是我这个只是给出一个例子 right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太害怕说你的梦想有点不切实际 有点太难达到 我觉得你先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梦想 right 你真正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因为你们图像能量很强 你们自己会去做一个小小的修改 然后自己会之后会再come up 一个一个一个慢慢一个一个plan 去达成你这个梦想 所以应该先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梦想 不管你答不答得成 然后再返回来 你们再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子做 才可以达成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你们的图像能量很强的话 你们绝对会想到一个方式 或者是有的时候 我甚至要讲你们因为太实际了 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怎么可能 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把你的一个 意念传达出去以后 说不定 这个我自己个人发生过非常非常多 他不可不见得会马上 不见得会马上 因为你必须要开始自己先去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在我们自己要先去主动做一些事情以后 可是宇宙真的会帮助你去达成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之前就会想说 我好想要 有 这个我大概已经想了大概一年多 所以其实一年内我们并没有达成 可是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子 可以让我认识更多人 所以我有在想说怎么样子 我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事 所以我还是非常主动积极的 我就想说我需要更多的marketing的人 我要知道怎么样子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marketing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之类的 然后就 当然我自己也会去跟人家做一些connection 这个是分享我的例子 ok 那 嗯 是跟工 比较跟工作有关 但是一样 不管是爱情 财运事业 都一样 学业 健康 right 你们先去想到一个 一个你真正想要达成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再慢慢想怎么样去达成 好 我再继续讲我的那个例子 我想说我想要知道怎么marketing 我需要有人 然后我 因为我的budget不多 甚至是没有budget right 我没有预算 但是我要怎么样子可以去去去做 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宣传推广的这个 嗯 就在两三天前 其实我有在我的youtube的那个community po到这个东西 我透过我的房地产 然后认识了房地产的这个工作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我还有演戏的部分嘛 right 封过房地产的这个工作 我那一天跟大概四五个记者交换了那个微信 这在之前是绝对没有办法达成的 根本就不可能 我没有任何的管道 但是我是透过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空事 然后因为透过 然后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event 然后这个 然后可以去到这个event 也是因为我老板说 我需要有人帮忙 然后帮我做一个项目 然后我就他一讲 我也没有说我在想两天什么 我是他一讲 他都还没讲完 我就已经赶快 传讯息给他 我就私讯给他 就说老板我有兴趣 我愿意帮忙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 ok ok 那你 因为他已经认识我之前 就知道我的工作啊 能力啊等等 所以他就说 ok如果是你的话 你就for sure on the team 这样子 那我之后再找其他的一些team 都找好了以后 我们再看怎么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去预想说 会遇到 会可以有这个什么marketing的这些机会 什么的 那我就想说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 可是 我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我有非常多的例子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其实 我也可以另外再讲 我有很多很多次 都是在想说 啊 我好想要知道怎么样子做producing 我想要自己produce一个电影 然后我想要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做 因为我不小的嘛 然后就 就会大概几个月之后 就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就是真的 你可以先去想 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 传达出去以后 我甚至没有跟任何的人想 我只是就是自己在这样想 然后自己在想办法说 我要怎么样子 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right 就我刚刚讲的 你先有一个很大的idea 你不要想你答不答得到 你再返回来 自己再去figure out说 我要怎么样子做 可以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真的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所以这个是我分享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爱情啊 或者甚至减肥也是一样 我个人啦 每个人都跟我说 我说我想要减到100磅 然后没有人说 每个人看我怎么可能 可是我真的真心的觉得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真的如果可以控制我的口语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真的 你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 传达出去以后 真的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OK 好 刚才那个讲的有点久 好 最后我们来看 什么样子的机会 会给你们 会在未来三个月左右开始 你们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你们应该要去把握 OK 你们抽到的是 a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所以 我觉得你们 OK 这个 这张牌蛮有趣的 我觉得你们在未来的这个 最多三个月左右 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会出现 会有一个解决你的问题的机会出现 所以你们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 比如说你的这个梦想 你有一个很很很 你们有点害怕的梦想嘛 不敢不敢做一些不借实际的梦想 我现在就告诉四号牌组做吧 OK 你做了以后 如果在未来的这个三个月左右 就会出现一个契机 让你可以去 往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去去进一步 真的 因为这是a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代表你如果真的有一个什么目标啦 真的有一件很想要做的事情啊 OK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卡住的某一件事情 你真的很希望他可以赶快做一个解决 我觉得在未来三个月 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 有一些人我觉得的确会这件事情 就整个解决了 因为他是reaches resolution 就解决掉了 就不会再有这件事情了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开始 如果如果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三个月 你们就会开始看到这件事情 慢慢慢慢的在被解决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延续你一开始 从15天到一个月之前 你们其实就已经是在the end of the cycle 所以在未来三个月 这个cycle其实就会真正的结束 真正的做一个解决 很多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然后甚至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你有一些新的梦想啦 新的事情想要去做啦 你也会开始看到 哇有一个方式可以去朝着你的这个梦想 去往前 去达成 我不能说你可以完完全全就打造这个东西 可是你会开始看到有一个契机 可以去去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最后这一张牌是message from the universe 那如果你是看到就是我上传的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因为就是新月那就是新月要给你的讯息 如果不是的话 就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是这个message in the bottle 如果你现在正在等待某一个人给你一些讯息的话 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宇宙会给你一个讯息喔 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新月会给你一个讯息 不是新月 满月会给你一个讯息 如果你正在等待某一个人给你一个讯息 比如说你的事业你的客户啊 或者是你的喜欢的人啦 你正在交往的对象啊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你可能想要离开的对象啦 我觉得你会得到一个你想要得到的一个讯息 from这个人事物 OK 宇宙也会告诉你一些讯息 所以我刚才讲的嘛 你真的如果有一些想要达成的一些东西 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传达出去 你会你会开始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回音 从宇宙 如果你是跟宇宙有关 就跟这种神秘的能量有关 但如果你的东西是跟要跟人有关的话 你的确会得到一个回音 然后会有一个讯息给你哦 OK 这张牌非常好 尤其如果等待讯息等待很久的人 你知道这个里面啊 这个bottle里面得到了 在里 哦是个电话 这个电话 我刚才开始以为是一个 一个表还是时钟 所以我以为是要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no是个电话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 有人会打电话给你 有人可能会有给你发一个什么简讯 一个讯息 或者是你真的会收到 宇宙给你的可能梦啊 梦境里面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啦 或给你一些灵感 突然就是哇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灵感 那种就是你知道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 或者我觉得也可以是透过某一个人 他告诉你 他帮你传 帮某一个人传打一些讯息给你哦 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哦 给四号的牌组 非常非常好 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哦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